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昨天我看了一下所谓的时尚界 潜力几球 大概十年前 跟这所谓的几个大佬 在一起在巴黎 看到了跟他们开会 说这个时尚界在未来的五到十年走向何方 所以说这个西方啊 他有一东西可寻的 十年前 他们就说了 他说所有时尚将走到一个无限的重复 什么叫无限的重复呢? 就把过去经典的拿回来复制复制再复制 改版 改版 再改版 实际上就那几样东西了 无限的复制 为什么? 人类的行为生活 比如坐车呀 开车呀 晚餐呀 周末呀 休闲呀 工作呀 男的几乎是西装 女的几乎是那几样 淑女型 现代型 奔放型 奶奶型 是吧 就那几种型了 就那么几样 就变变颜色 然后说剩下就在材料上的改革 就是所谓这些衣服 时尚 在布料上改革 材料上改革 然后展示你还是那些东西 女的终究得穿裙子 男的要穿西装 然后就修线装 修线装就那几样 是吧? 无限的重复当中 现在发现真是这样 我看一看 我说这不都是几年前的款吗?是啊 换成刺绣的了 换成唇色的了 换成戴衬的了 换成不戴衬了 昨天我去看那个LV里边几个最牛的 最贵的衣装 都是咱们同一个长产的 美代理 美代理的里边那个衬 那个真low 那个LV的 那太low了 不会用的 我说你要这么贵 上万美金的这么一个花的 这么一个二半吊子大衣 二半吊子大衣 不长不短的 上万美金 你这品啥呀?就是品牌 有意义吗?没意义 有时尚的精神吗?没有 所以说 你看 咱们看到很多人 昨天我也是感受到 我去这些店 去 你看 大概半年前吧 我去这些店逛的时候 我也给你们发过视频 也遇到了认识我的 绝大多数美国人 像在那个布尼尼店 在那个一楼 我在二楼说话 一楼就认出来了 Miles Guo 他就是布尼尼的客户 怎么着怎么着 然后就认识到美国人 在街上也有认识我的 但是昨天就不同了 昨天就到很多店里都认识我 把我吓一大跳 然后看着我笑 郭先生 你好啊 你很瘦啊 你太瘦了 昨天几乎每到之处都能见到人认识我 我真的很不开心 就我一点隐私都没了 我戴着个口罩 就插着把眼睛给窝着上了 戴个墨镜 装神弄鬼的 就这人认识我 我是声音 在这下面还遇到了咱们中国的应该是台湾同胞 很激动 掉眼泪 很激动 我也没有办法 你又不能上去拥抱去 结果弄着保镖很紧张 是吧 然后呢 在另外一个店里面 就是看到也是一个应该是咱们战友 非常高速的喊 郭先生 然后那个多保重 我们爱你 让我也很感动 但是不能过去拥抱 因为这没办法 但是呢 确实让我感受到就是爆料革命 特别是很多美国人都喊 Take down the CCP Take down the CCP 哎呀 我就愣来那了 这些人就说 Miles 你是Hero Take down the CCP 然后呢 我在拐角的时候 就我刚要上车 人家的大老板冲出来了 到门口开上门 Miles 你做得太好了 你做得太好了 哎呦 好 赢个 抱歉啊 Miles 你做得太好了 Take down the CCP 然后呢 我说谢谢 特别感谢了 是吧 人家专门冲下来 我知道这是老板啊 嗷嗷的喊 就是真的是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 它已经走向了世界的人心 而且呢 深入民心 真的是战友们要珍惜啊 要珍惜啊 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 我们要有自己的标准 我们要成为新中国联邦的图腾 一定要的 爱七哥的女孩 哎 我一听就是男的 肯定不是女的 爱七哥的女孩 还能写出来吗 一定是男的 男的装女的 爱七哥的女孩 七七七 啊 好 咱们现在开始回答我们的泰山 三票老亨 顽童 小福利整理的问题 第一个 体现新中国联邦实力的三大基石是数字金融 数字媒体 数字科技 所以 七哥在之前的直播中或多或少的提及这三方面的发展情况 今天能否请七哥详细谈谈 新中国联邦这三大基石的进度和计划 以及对灭共的作用 另外 战友们还想了解更多关于量子技术 谢谢 你这一个事儿里边有多少问题啊 我的老天爷 不老实 不诚实 不厚道 这就是你们 这问题整得太复杂了 这个问题我估计美国人得做十个小时节目啊 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今天特别我想谈一下的 数字时代和数字金融和数字媒体 对新中国联盟和中国人多重要啊 简单额要的说 如果中国不造假 中国什么都将不一样 你别搞那假布料 你别都复制人家的 你不要一切都是假的 假质量 中国会做的全世界最好 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 我是前天的时候啊 跟一个战友咱们在这个电话中 这个战友现在肯定是在看直播啊 这个战友是刚刚的 从国内跑出来 他就说七哥 我看你那么多年直播 共产党的假片偷黑 我作为在体制内 我是看太多了 他就这一个假没有中国人认真面对中国共产党搞的假 他说这整个是国家这个民族的悲哀 而且大家都对共产党的假已经完全接受习以为常 就中央电视台撒谎说 他说最后所有老百姓不被假一下子 不被共产党假骗一下子 你过不了 他就让台湾这个事情了 他说真的老百姓真以为共产党有本事打台湾吗 他有多少人呢 没多少人 都是那平均十六七十八九的没有任何事儿 也没女朋友 也没男朋友 一帮的猥琐的一些小屁孩儿 当年知识青年上仙下乡 那些王八蛋的叫什么 他的三代 这叫文三代 就文化大革命那帮傻傻们被弄到乡下去 就像什么孔丹孔洞啊 是吧 就像那中国的什么中信啊 这帮孙子 他们所谓下个乡回来对社会的报复 我讲过多次 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这帮王八蛋 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是变态的文化大革命 上山下下枝的青年和当年的红子军 红卫兵 这帮孙子就是变态 他明知道共产党没有本事打 他还希望共产党能做出一个鲁莽的去打 就像当年所谓的当年八国联军进来 那时候慈禧命那些所谓太平军去对抗 明知道送死 他说你去想想中国什么不假 中国统计局有一样是真的吗 他说七哥当你说出人口中国不到十亿的时候 他说我真别所有身边人说郭文贵这此人不一般 他说呢 藤天骂你的人都说了 他说郭文贵越爆料质量越高 越爆料他又发现这家伙的整成事 因为中国太假了 再一个就是会计 会计战务 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现在这个世界上西方文明 和今天东方所有的问题都有过金融系统 金融系统所有的核心叫记账 叫会计规则 会计所有记账 造假是人类最大的和平时期的金融伤害 掠夺财富的灾难的手段 你看看过去的安达信 安然案件 还有你整个的Lemon Brother 是吧 美国的无数次的金融危机最后一定有个造假的 会计师事务数 什么现在过去的五大现在成四大了 未来的数字货币区块链时代不可能你再造假 中国的所有统计数据包括人口 如果你敢用区块链 你不可能造假 就共产党这为啥让所有中国人不忍碰区块链 因为你碰了区块链 他的所有的假片都都露出来了 包括银行西方的整个银行 未来想造假的银行骗了客户 你造不了假 然后是航空科技 然后再加上全球统一的互联网 所有的这些区块链未来互联网打开 像北朝鲜像中国我就彻底完了 因为有区块链未来有天空WiFi 而且不仅是伊朗马斯克 欧洲在做 美国国家也会做 NASA也会做 而且现在欧洲不会管欧盟做 很多国家也会独立做 日本也会做 这是未来在天空中有一个 大家抢着给你提供免费的WiFi 然后量子技术的马上加速的诞生IBM 会改变你的一切 有空气的地方就有网络 那这是一定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深信不疑的 很快全人类一定停止 人类地球上最大的灾难就是电力 空调我认为是人类上最大的灾行 跟共产党可以同病例 同样的邪恶 人在这个空调屋里 乌拉乌拉全球在空调制造 这种整个地球的灾难 我认为这空调就是人类的癌症 而且大量的这种 这种完全污染的电力是个灾难 特别是中国 当中国有清洁能源的时候 特别像现在核电 还有一个现在太阳能发电 技术一旦突破这个瓶颈 就清洁能源的时候 这对中国人来讲太重要了 就是我一再的想的是 中国这个十几十亿人也好 十四个国家也好 如果有一天不是成为地球的负担 而是地球的贡献的话 你想不强大都不行 那么就首先要强大中国要打假 打假的手段就是量子电脑 区块链技术记账 还有统计数据你造不了假 这就可以减少了商鞅 所有的育民的对中国人民的危害 中国人骨子里不打不去假 这个民族是没有救的 第二个 就中国人一定要了解中国人的历史 和真正的实力 这种意淫 在家里面电脑上面就要打台湾 而且要捐月工资 是吧 还有说把老丈母娘给自己的压岁钱捐出去 你这种猥亵的这种男人女人 这太疯狂了 让他知道自己的实力通过数字时代 然后呢通过了解历史通过媒体 通过这个高运算的AI和量子技术 通过一个没有控制的网络 这就是一个中国人走向真正的文明时代的必然基础 没有什么力量武器和一个神人 麦奥斯锅麦奥斯锅 什么锅也不行 胡扯淡的 不能依靠人 得依靠制度 得依靠技术 那么数字化的时代 区块链是不可逆转 绝不可造假 绝不可传感 再加上一个新的量子和A AI技术的诞生 所有想歪曲历史歪曲事实不可能 然后就是媒体 让人说话 让人讲出心里话 讲出真相 那就是数字化的媒体 新中国联邦人 如果你还想上去用侵略 用征服 用统治 成为新中国联邦人的话 那你就太out了 我们就是要通过今天利用时代的这几大特征 数字化时代 量子技术 量子 区块链媒体 还有一个数字金融 区块链金融 作为一个最大的动力 然后戳穿这世界一切百年千年的谎言 让这个中国人面对一个真实的客观的 人性的自然的无害的一个新的未来 那现在咱们新中国联邦人做什么 都是出击的 今天盖特 你跟推特比啥呀 推特人家每天的日活用量5亿 这盖特才多少啊 是不是 你每天才30万 30万和5亿比差多少知道不 是吧 你给Facebook和Facebook一天二十几亿 人家二十几亿 你二三十万 你跟人家比啥呢 就像那共产党的军力和美军比一样 是吧 但是 盖特 他有几个完全Facebook和推特没有的 第一 他没有原罪 他不会有任何像未来 他没有这个压力 所以这些人一定是这个压力 这个是致命的 这就像天生带来癌症一样 他拿不走 第二 最核心的 也是大家现在要面对的事实 他们的成本 每年 你像 你像那个Facebook一年成本是几十亿 几百亿 哇塞 这这样受得了吗 推特一年也是几亿 他这种大量的这种官僚的这种成本 这种运作是他的致命商 而盖特呢 从一开始用最新的技术 最合理的成本运作 而他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 也就是他能存活性很强 第三个盈利模式 Facebook 推特 所有社交媒体 包括YouTube 就是靠广告和出卖个人数据 这不可能长远下去的 而且从上市公司全钱回来 那么盖特现在完全 未来就是靠数字货币 通过激励使用即时间 然后给你数字货币使用即时间 然后开始他实际是个金融平台 然后他把这个货币的价值流通性和广告性加强以后 而且他成为世界上媒体当中最安全的 最早的可能要使用区块钱的技术 可能啊 他就是个金融化平台 大家来使用就来赚钱来了 而不是来这块来花钱 这个这种数字化的时代 这个AI的技术 未来你想找的就是信息 像谷歌过去花数千亿完成的所谓的推送和搜索 未来在盖特上最多花上几亿美金就可以做到 是不可替代的 时代 说句难听话 你生在大清朝 你想买一台宝马车 你买在QQ都是不可能的 那个年代的技术达不到 咱们Q妹不就叫 因为买了一个地 他叫Q Q 什么中国的QQ吗 是吧 但是他要诞生了大清朝 Q妹拿一百个亿 他以身相许也买不了个QQ 那时候没那个技术 但今天QQ已经过时了 这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 就是这意思 他这个时代 你拥有一个QQ 那是容易得很 拥有一个奔驰宝马也是可能的 是吧 所以这个时代就是 盖特就是最佳的时代 运用数字区块链技术 而且数字金融价值 整个的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 一个翻篇的结束 牛吧 你想不牛都不行 而且纯净值的客户 盖特是全世界媒体当中 唯一的纯净值客户 大家看到最近我盖特成长了 有增长 但是我前天 我在那个办公室 这个盖特工程师 哎我说这个 我最近被投书记咋样了 能不能找到原因呢 然后最近你怎么样 他说实际上关注你的很多是我们自己的账号 把我晕了 数字时代量子技术 就是我们未来的运用的数字科技 这个灭共 现在共产党还动武器呀什么的 胡扯无知 你说中南哥那几个老杂毛他懂个屁呀 他懂个屁呀 时代在哪呢 我再告诉大家 大清朝 为什么把中国送入了这种灾难之源 最后又来个共产党 就是大清朝不知道工业革命 导弹火车 汽车 啊 整个的人类将赢了 完全变了 就是大清朝就没跟上世界形势就没了 今天共产党的灾难就是一帮无知的老杂毛 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啊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 这还真不是笑话 这是真的 这个 有人 有人 到上海去 啊 就头一段时间 见到上海的上海的某牛叉人 给他讲说这个台湾还有上海清零这个事情 都面临着对共产党的威胁 你觉得这个习近平这个思路啊 跟着完全跟西方对抗 现在跟西方已经造成这样紧张 不可逆转的这种崩裂的关系 你觉得最后结局是什么 你说上海这位牛叉的人 咱不说是谁了 又把朋友暴露了 陈思半年说了一句 他说当年习近平上来的时候 他说我跟他曾经很长的一个交谈 他说我当时我就知道 中国会有今天的 他说中国不打碎了 不再经历一场文革那样的灾难 中国人是不会醒来的 他说我们这么大个国家 与世隔绝 六分之一的人口与世界隔绝 他说你真是你以为你是北朝鲜的 他说但是他做到了 做到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说你打台湾 你把台湾给弄成那个样子 他说你想过两个问题了 没有 我当时他说我就问过习啊 他说你要是对台湾进行一个 这样一个完全的 你要从西方和中国之间这种 把台湾这个事情非要整明白 整清楚 就分出要么是我的 要么就砸烂它 他说那最终的结局就是你和全世界对抗 付出的代价不是你半个中国 也不是你共产党的问题 他说真的是人类的文明 真的会引起世界大战 他说战争那种战争起来以后 是你可以开始 谁结束不是美国所算 也不是中国所算 那真的是灾难 上海精灵 他说上海精灵让我深信 这一天真的会发生 他说上海人都这么无知 都这么懦弱 这么自私 说这个国家你想想会中央何方 然后这人就再不谈了 不谈了 他说不谈这个不谈这个 我真的是 这位朋友和这位上海的老领导谈话 符合我所有对这个中南坑的掌握 一群暴徒无知狂妄之徒 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的红一代 红二代红三代 在搞着这一头东西 就这样 射啦射啦 结果射完射个屁了 封台湾封台湾封台湾封城 把海南岛给封了 封岛封岛封的是海南岛 而且外交部人竟然给日本政府说 你们敢参与这事儿 你们可要付出代价 你别以为我们这个没打台湾 没把Nancy Pelosi给飞机打下来 你就以为我们就好欺负 对日本叫险 这就是什么呀 一个素质化的时代都到来了 你靠火炮靠杀人 靠耍流氓你是没有未来的 人类的文明不能这样下去 这就是新中国联邦要记住 我们要与时代 这个大科技 AI 量子 数字通讯 数字媒体 数字金融 完美的结合 通过展示自己的文明和生产力 创造力 得到人家尊重 如果中国共产党GDP达到50万亿了 中国人能达到像西方这样的文明 中国人在全世界上 在航天 航海科技 像台湾一样拥有70样产业 全世界第一 台湾会给你 会不以你大陆人为傲为豪吗 对吧 你想想到那个时候 人家台湾 同胞 我独步独立不说 最起码我 我也不害怕你 对吧 这是个基本的常识 所以数字时代是真正的这个时代 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像大清朝面对的工业革命 新的时代一样 你不跟他 不跟新的时代科技 数字时代所接轨 不走在最前面 你没有任何实力说话 最终新中国联邦就要知道 数字媒体时代 数字金融时代 数字通信时代 数字管理时代 才能解决共产党的这个假 和骗 才能把中国人被洗的脑 再洗干净 才让中国人认知这个世界 才让世界重新相信中国人 这都什么年代了 是吧 我现在实际上还没说完呢 咱等会儿来说 第二个 中国 中共深知 命不久矣 会不会启用部署在南美 中东东亚北非等军事基地